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时五百块钱买的 当时五十块钱 我说四十五 人不给 现在四十五万 他一见多说这个事 让你看完戏 你也走眼了 我没捞着 你也没捞着 他特别懂得卖遗憾 因为卖遗憾就跟众生在一起见天地 你要不卖遗憾的话 就得了便宜卖乖的话 那大家绝对不会一直看你的书 对 我看您的书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这个好多词都是跟收藏有关的 平时也不大用 我最近看到什么盘塔也是 盘塔 对 在文物界里头得一个词 对吧 什么我们经常说你看错东西 在你们叫打眼 打眼 对吧 打眼 有那么举个例子 就你看错了一个特别特别觉得不该做错了 而且特别冤 这个没什么 这个我后期很少 早期都有啊 早期上人家去买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晚上骑了个自行车上人家里 人一打门呢 那屋里本身小嘛 有俩人都睡觉了 你知道吗 那没有什么卧室客厅之分 这个人就把你拽在后面 那旁边还有人睡着觉 那上面那小灯管又特暗 当时是个什么东西 这瓷瓶子嘛 瓷瓶子 当时我判断这东西就是康熙的嘛 那就买了嘛 80块钱好像是 80块 一对呢 一对呢 多早了 80块钱 等回家呢 觉得左琢磨右琢磨这东西是光绪的 不是康熙的 那就算打眼了 打眼了以后就难过嘛 难过就难过呗 也没那么难过 我真的没那么难过 还有一个 贺街 是吧 贺街 叫贺 贺街 贺街怎么感觉像过去说破烂的 就是说破烂的 就是说破烂的 你真喊 我没有喊 是他们喊 我一闻人 还得有脸面呢 然后他们就叫我去 我一开始我也不懂 我说 什么叫贺街啊 他说 沿街去叫 买东西啊 我说 那你怎么 我一喊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当时说 我出版社大编辑 那时候我还是编辑呢 我说 我一带大门人 我跟着你喝街去 他说 你要不好意思 说 你跟着我 他喝 他说 我前面喝 你后面看着 东西一拿出来 你就凑过去 给我一个暗示 怎么暗示 暗示很简单啊 比如说 你觉得这东西好 你摸摸鼻子呗 这不就好了吗 谈到这儿我就想到您在这个视频上也说 你说好多人问 为什么这个收藏这件事你做的风声随起 而且做的还特别顺 你用了一句话 你说因为我赶上好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 他不认为这些东西是好的东西 对 是 所以呢 你们行业当中还有一个词叫简陋 我们认为的简陋是指什么时候呢 是指你今天买的 今天去卖赚了很多钱叫简陋 如果你今天买了 你隔了三年去卖 那不叫简陋 因为时代会有变化的 就跟你炒作股票似的 你说你股票隔了二十年就卖那么多钱 那叫什么简陋啊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的大量的简陋都是地摊上 上海的地摊 金泰路 是不是 天津的地摊 沈阳道 那北京地摊多了 过去白桥了 什么红桥啊 后海啊 什么长春街啊 北京地方多了 那时候我记得在后海的时候 那早上起来 一眼望去 那地上的官窑多了 那有的人就卖二百块 三百块 那他来的便宜啊 但是全社会都对文化 尤其对文化的载体 就这些器物 都是持默示态度的 对 所以东西就变得很便宜 所以大部分人都愿意 愿意听那个时代的故事 但是你回不去的